左肺已经做过一次手术了 右肺还有结节 我们看到这个结节呢 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原胃癌或者微浸润癌 这个边界很清楚 里面有血管 但比较小 大概四五毫米 但是密度偏高 目测的话可能有负的五六吧 就这个结节 那么到底这个结节做不做呢 其实我一直说的就是不变不动 只要它不变化就可以一直观察 尤其是已经做过一次手术 那左边已经做过一次手术 残余的右边的结节能不做就不做 我们现在打开的它19年的 我们看到肉眼看是没有明显变化的 这个结节 也是大概十五毫米的样子 那么就这么一个结节 从19年到现在三年 四年的时间没变化 不变不动 就继续观察 同时我也看到19年 它左肺的这个结节 其实也是一个很早期的 纯摸玻璃 但是个头大一点 八九毫米 所以它已经做了这个手术了 左肺做了 那右肺它不变就别动 这样呢就能保存最好的肺功能 保证自己的生活质量好一些 那么当然它是多发的 你看这里面密度低一些的 还有这些小的结节 这些结节都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就继续观察 持续观察 万一哪一天有变化 那它的变化也是微弱的变化 也不影响愈后 也是可以继续 就是万一有变化的在做 跟现在做 效果是一样的 所以不要急急忙忙去做